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林远山 今天是2024年4月11日,俄乌战争进入第778天 乌克兰国防部城,截至4月10日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人员损失已超过45万打关 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称 如果美国不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议案 乌克兰将输掉战争,其他国家也将受到攻击 不可否认,俄罗斯正利用乌克兰在援助方面遇到的困难 积极夺取更多领土,甚至想夺回2022年失去的哈尔科夫 4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美访问期间 首站就去了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试图说服川普允许美国国会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但遭到失败,美国在援污问题上已经陷入两党政治 短期内改变的可能性不大 吉利反川普的左派媒体《华盛顿邮报》在7日报道 川普曾多次公开表示,如果再次赢得大选,胜选24小时之内 就能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 不必等到宣誓就职 不过呢,川普多次拒绝说明如何让俄乌战争落幕的具体规划 现在有消息人士透露,川普的计划是要求乌克兰戈让克里米亚 顿巴斯等边境地区给俄罗斯 《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消息人士表示 川普曾说,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想保留面子 双方也都希望找到解套的方案 川普也说,乌克兰某些地区的民众 其实可以接受改归俄罗斯的统治 不过问题是,如果乌克兰部分领土交给俄罗斯 普京政权将因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陆地战争 而进一步扩大版图 这对世界和平有什么好处呢? 现在看来中俄紧密结盟已是不争的事实 难道牺牲掉乌克兰,奖励普京 就真能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 拆散中俄结盟,赢得普京重回西方怀抱 离间中俄,从而联俄灭共,打击中共吗? 这是否是一厢情愿呢? 不过呢,现在这些传统主流媒体也是谎话连篇 为党派利益不惜造假 早已失去了当年的信誉 消息是否属实,还有待当事人的确认 援助缓慢导致乌军面临巨大困难 但乌克兰人仍然展现出勇气和决心 来看看战场最新消息 阿富提夫卡地区,比尔蒂奇和谢梅尼弗卡的战斗还在拉锯中 俄军经过一年半的攻击,击退乌军第59旅 占领佩尔沃马伊斯克定居点,并继续向前推进 马林卡新海利夫卡地区 俄军对新海利夫卡以北的克拉斯诺霍利夫卡发动进攻 占据几个住宅区,取得微小进展 新海利夫卡被俄军占领,约75%的面积 乌军第79旅继续阻止俄军前进 巴赫木特地区,俄军重从伯格达尼卡 伊万尼夫斯克两侧向前推进 这是典型的双推战术 从两侧攻击,避开坚固的正面防线 进而包围乌冬战略要地恰索富亚尔 不过根据一个亲俄电报频道的描述 俄军的进攻还不只是双推战术 而是正以三重打击战术向恰索富亚尔推进 同时从东面和南北侧翼发起正面进攻 图片报军事分析师朱利安·雷普克 在研究了俄罗斯武装部队 过去十天在地图上的轨迹后写道 俄罗斯早些时候在攻击阿夫杰·耶夫卡·巴赫木特时 就使用过此类南北包抄中路推进的战术 这样打下去,无军防线的崩溃是迟早的事 有视频显示 俄罗斯人的战机欺负乌克兰没有战机 也缺乏防空系统 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肆意掠过恰索富亚尔的上空 扔下一枚又一枚的FAB和KAB航空炸弹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为什么一会是FAB一会又是KAB呢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继承了其绝大部分军事遗产 在航空炸弹方面 主要研发KAB系列制导炸弹 包括极光半主动制导和电视制导等不同类型 其中重量和尺寸最大的就是KAB1500LGKR 而FAB系列呢 主要是指无制导炸弹 其中吨位最大的就是FAB3000M54 这类巨型无制导常规航空炸弹 不过早已停产 而如今 俄军又决定重新生产和装备FAB3000M54 并且将其改造为华翔制导炸弹 很显然是为了满足目前乌克兰战场上的紧迫需求 就在这样严重不对称情况下 乌克兰勇士们依然顽强的抵抗着俄罗斯人的进攻 现在双方炮弹比已经达到了6或7比1 个别战场达到了10比1 前线形势总体来看 美国援助不到位 欧洲援助缓慢 俄罗斯军功也进一步恢复 俄军趁窗口期发动不计代价的进攻 无军防线确实面临极大压力 4月10日 俄军在克里米亚遭遇糟新事情 连衰两架直升机 乌克兰海军发言人德米特罗 乌莱腾丘克报道称 一架俄罗斯卡尔7直升机在克里米亚被击落 卡尔7是俄罗斯海军多功能直升机 设计用于执行海军反潜防御任务 有报道称 这架卡尔7直升机在追击乌军海上无人挺时 被乌军导弹击落 同一天 俄国防部称 一架米24鳄鱼攻击直升机 在克里米亚西海岸附近坠毁 初步消息称 事故是由于技术故障引起的 但俄频道称是被有军火力击落 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全部死亡 这是一天内克里米亚发生的第二起直升机坠毁事件 随着乌克兰向克里米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击落自己战机 直升机的事情时有发生 自全面战争开始以来 俄罗斯已经损失了325架直升机 这一数据还可能继续增加 这对乌军来说确实是个大好消息 希腊计划向乌克兰提供32架F16CD战斗机 基因是这样的 希腊正在为2030年全部更新战斗机 至4.5至5代机而处理108架老式战斗机 其中就包括了32架F16CD 如果得到法国的许可 这批战斗机极有可能被移交给乌克兰 乌克兰此前已经从盟国那里锁定了65架F16 瑞典也正在考虑提供英式战斗机 加上这32架 乌克兰的空中力量将得到本质的提升 评价两句 对俄罗斯来说 可谓报应来得真快呀 自从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 在奥德萨访问时受到俄罗斯导弹袭击以后 希腊明显加快了援助乌克兰的步伐 对预计6月份进入乌克兰的F16 北军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认为 乌克兰接收F16战斗机不会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 但会极大的增强乌克兰军队的能力 并鼓舞他们的士气 斯托尔滕贝格的说法较为客观 幻想让乌克兰用这种战机迅速彻底的击败俄罗斯的想法 是不切实际的 在双方都有严密的防空网的情况下 双方的战机都不太可能深入对方作战 但F16至少有一项重大意义 就是能阻止俄罗斯空天军利用苏三四等战机 向乌克兰阵地发射大量的FAB航弹的能力 这些航弹在制导套件的加持下 能够飞行40到60公里左右 在乌克兰前线的防空系统射程之外 乌克兰现有的防御攻势对这种炸弹无能为力 这也正是乌军败退阿富迪夫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但F16发射的AIM-120导弹 可以迫使这些俄军不敢过分靠近前线 也可以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巡航导弹 或用同样的方式发射西方的对地炸弹 打击俄军阵地 有报道称美国将向乌克兰交付100多枚 AIM-120先进中程空空导弹 这些AIM-120空空导弹经过特殊修改后 射程可达160至180公里 足以在不进入敌方防空区的情况下 击中俄罗斯斩机 另一个对乌克兰的好消息来自以色列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以色列战士内阁4月7号召开会议 多个执政党派达成一致意见 将把以军退役库存的大约285辆 梅卡瓦主战坦克援助给乌克兰 这是以色列历史上首次出口主战坦克 以前以色列总理秘书曾经表示 俄罗斯支持以色列的敌人哈马斯 俄罗斯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很多军事专家认为 以色列梅卡瓦坦克的发动机前置 是世界上防护力最强的坦克 梅卡瓦坦克甚至可能要比 美制的M1A2 爱布拉姆斯 德国鲍2A6和英国挑战者2的 作战能力都更强 梅卡瓦在西部来语中 是战车的意思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梅卡瓦就已经成为 以色列国防军的主战坦克 目前已经经历了四代梅卡瓦 以色列在2003年推出了 梅卡瓦四型坦克 取代了大部分的梅卡瓦三型坦克 梅卡瓦坦克的正面装甲非常坚固 整个炮塔呈扁平斜形 外形如飞碟 以校效的重量就极大的增加了防护水平 为了保护成员不受损伤 梅卡瓦坦克特意把发动机前置 凡坦克弹要击穿前装甲之后 只能打在发动机舱里 对人员的威胁进一步降低 由于梅卡瓦坦克对防护能力水平 进行了多项特殊设计 因此梅卡瓦经常被外界誉为 是目前世界上防护能力最强的坦克 受到军事界的广泛好评 最后请大家看一段影片 4月7日 一名来自中国的雇佣兵发视频称 大毛不把我们当人看 叫我们去抢战壕 抢完后不派任何众员 几十号人最后就剩六七位 是完毫无缺的 千万不要过来 好了 今天的新冷战争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您给我们点赞留言 新朋友请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俄罗斯即将攻打顿巴斯 俄改进滑翔炸弹 弹道导弹猛攻敖德萨 在元65架F-16 两个月后四架F-16率先登场 法国出兵 俄罗斯怕了 德国喊话普京 北军秘书长暗示乌克兰需让步 2024年4月8日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775天 日前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布达洛弗 在接受德国媒体ARD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计划在春末下初 加强对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进攻 有可能在库匹杨斯克 扎伯罗热 哈尔科夫等地区发动进攻 甚至准备夺取巴赫木特的恰西夫亚尔 不过布达洛夫表示 俄军的下级攻势开始之前 局势依然可控 尽管俄军在东级攻势中 占领了阿弗提夫卡部分地区 并将战线推进到恰西夫亚尔郊区 但俄军的做法被认为是 杀敌一间自损八百 如今2024年俄罗斯确实可以趁着乌克兰遭兵力短缺 防线尚未完善 F-16战机还未交付 以及炮弹供应不足等诸多困境 作为发动进攻的好时机 然而这个机会转瞬即逝 留给俄罗斯的时间非常有限 能否转化成实际战国和领土收益 就看能不能充分利用这波下级攻势了 因为俄军征兵15万人的计划 可能要到6月才能实现 前线大量消耗人矿导致的人力不足 限制了他们的进攻潜力 即使在6月再次动员30万人 大多数被动员的士兵 也至少要到秋天才能被部署到前线 同一时间 乌克兰也正在充分做好应战准备 布达诺夫表示 乌克兰如果能够挺过最难的2024年 到了2025年 局势或许会逆转 当然也不排除乌军会在2024年 发动有限反攻 乌克兰挺住 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 相对处于最困难时期的乌军将士们说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同时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 新朋友请订阅这个频道 将小铃铛开启至所有 谢谢大家 最近俄罗斯使用了改装后的UMPB第三零滑翔炸弹 对哈尔科夫市和州开启了狂轰滥炸模式 这些炸弹袭击了一所学校 有人员伤亡 并造成严重破坏 另外苏美洲也是受害严重的地区之一 这些炸弹是从比尔格罗德州发射的 泽连斯基总统4月7日晚间讲话 呼吁国际社会援助防空系统 他说哈尔科夫的局势非常严峻 俄罗斯的恐怖活动始终存在 几乎每天都对这座城市使用制导航空炸弹 长期以来 航空炸弹一直是乌克兰难以应付的威胁之一 在俄罗斯夺取阿弗底夫卡的过程中 就已经展现出其巨大的破坏力 尽管摧毁俄罗斯战机 似乎是乌克兰可选的抵抗方式之一 但是由于西方禁止乌克兰在俄罗斯领土上 使用他们提供的武器 而且乌克兰缺乏爱国者防空导弹发射器和战斗机 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对于乌克兰而言 更糟糕的是 俄罗斯已经开始改造庞大的冷战时期留下来的 苏联华像炸弹库存以提升他们的性能 其中一种被改进的炸弹就是UMPVD30 这款炸弹的每个弹药都有一个装有折叠机翼的统一模块 一个制导装置 一个抗干扰卫星接收器 以及尾部的火箭助推器 火涡轮喷气发动机组成 作战射程可达90公里 性能改进后 其准确性和机动性方面更接近巡航导弹 而成本却比巡航导弹低很多 与此同时 奥特萨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4月6号 该地区被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击中 外界估计 俄军使用的很可能是伊斯坎德尔M 针对当前的现状 乌克兰官员称 乌克兰缺乏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防空系统 他们还需要至少7个爱国者防空连来保卫其领土 虽然战场局势仍有很多困境 但乌克兰坚守国土的决心一直没变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 在接受Politico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绝对不会与俄罗斯妥协 他说 俄罗斯人对任何谈判都不感兴趣 他们希望乌克兰投降 但这永远不会发生 泽连斯基永远不会同意任何包括投降条件的和谈 无论是再签订一版明斯克协议 还是冻结冲突 这是不可能的 我敢肯定 伊尔马克还表示 虽然很多乌克兰人感到疲惫 但如果你问他们 是否愿意与俄罗斯妥协 他们会坚决拒绝 人们依然相信乌克兰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在4月5号评估了2月份的一系列通知后 提议丹麦、挪威和荷兰向乌克兰转让65架F-16AB战斗机 总金额高达16.8亿美元 而且以上国家表示 愿意部分捐赠 据悉 丹麦计划转让19架F-16战斗机 其中包括6架F-16Block-10和13架F-16Block-15 以及额外的发动机和支持设备 丹麦是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联盟的倡导者之一 也是为数不多的提供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培训的国家之一 挪威准备转让22架F-16Block-10-15飞机、发动机、支持设备等 并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几架F-16的训练机组人员 荷兰这计划转让24架F-16Block-10-15飞机以及相关设备 此外 荷兰还在3月份为乌克兰购买了F-16专用的导弹 耗资1.5亿美元 目前 乌克兰有三个飞行小组正在接受F-16飞行训练 其中两个小组在丹麦和美国 另一个小组在法国接受培训 河南国防部长奥隆格伦在4月6号宣布 F-16战机联盟希望今年夏天开始交付战斗机 首批将陆续交付24架F-16 丹麦首相弗雷泽·李克森表示 期待在6月份至少有4架F-16飞机可以交付到乌克兰 另外 北军秘书长斯特尔·腾贝格强调 F-16战机并非灵丹妙药 但配合爱国者系统等武器能够让乌克兰保持制空权 这是胜利的关键 当然同时也必须配合其他武器和作战理念 才能有助于应得战争 最新消息 法国表示将在30天之内完成向乌克兰派遣2000名士兵的计划 尽管德国总理舒尔茨要求马克龙停止派兵乌克兰 因为这可能会爆发世界大战 但马克龙表示他不想作为胆小鬼 这一决定不需要北约或欧盟的共识 对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他认真考虑了马克龙的起义 并愿意接受这一方案 他认为如果这些法国部队在乌克兰训练乌克兰士兵 将比把乌克兰的部队派往国外训练要快得多 同时泽连斯基强调 他不会主动要求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派兵 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在西方盟友之间散播敌意 然而 如果西方国家主动提出这种建议 乌克兰将非常感激 并表示永远不会拒绝这种无私而周密的帮助 另一边 法国发布的消息可是让俄罗斯坐不住了 近日 交合办大元帅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与法国国防部长勒克鲁 进行了一次罕见的电话交流 这是22个月以来的首次通话 这次通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邵伊古的这通电话显然不是随便拨打的 他表面上是说 担心法国派军到乌克兰将会面临艰难境地 但实际上表明 俄罗斯不希望看到任何国家 包括法国或者波兰 向乌克兰派遣军队 因为这将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俄罗斯明白 与西方盟友的陆地对抗 特别是核武装国家 不可能通过威胁来施加压力 这对他们来说 看不到有利的前景 特别是面对来自西方主要军事力量的威胁时 情况将更为棘手 这次通话显示出 俄罗斯对乌克兰战局发生的变化感到不安 也凸显了马克龙采取的不清楚 划出红线的战略 已经产生了效果 回头我们再看看德国 虽然舒尔茨不认同马克龙派兵的做法 但他近日发表讲话说 西方联盟需要坚决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这是乌克兰获得和平的关键 他强调 乌克兰战争将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撤军的那一刻结束 但他认为只有当普京意识到他无法在战场上获胜 无法实现不公正的和平时才会做出这一决定 他还表示只要有需要 德国将继续维护乌克兰 并指出德国已经提供了28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德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援助国 他强调 有效的威慑是防止事态升级的最佳途径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近日表示 到7月在华盛顿举行北约峰会时 北约盟国将同意设立一个 为期五年总金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基金 用于援助乌克兰 外界估计 这可能是斯图尔滕贝格在离任之前 为乌克兰做出的最后重大举措 至于能否成功实施 还需要观察后续情况 在BBC于7日播出的采访中 斯图尔滕贝格还指出 尽管相信并期望战争能在不久后结束 但北约仍然需要长期支持乌克兰 协助其建立防御力量 以遏制未来可能的侵略行为 然而他也暗示 乌克兰最终可能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他说 归根结底 必须由乌克兰来决定他们愿意做出什么样的妥协 我们需要让他们能够在谈判桌上真正取得可接受的结果 斯图尔滕贝格表示 他现在并不呼吁乌克兰做出让步 并不充说 当乌克兰获胜时 才会实现真正的和平 还有好消息 爱沙尼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0万枚炮弹 其中包括北约标准的155毫米炮弹 和根据苏联标准的152毫米炮弹 以及多管发射器GRAD所有的122毫米导弹 爱沙尼亚国防部长安诺·佩夫库尔表示 这些军火的总成本高达22亿美元 4月6日 立陶宛宣布 已将M577指挥和参谋车辆移交给乌克兰 这种装甲车将用于地面部队战术链中 提供无线通信和控制 同时也可以用于控制PZH2000自行榴弹炮 此外 韩国计划在2024年 向乌克兰提供23亿美元的财政援助 并提供1200万美元用于乌克兰受伤士兵的康复 好的 今天的新冷战情室就到这里了 我是远申 我们下期再见 T-90S是俄罗斯自产的一款主战坦克 号称具有当代战场上的强大武器系统 俄军宣传具有优秀的防护力和先进的火控系统 火力强大 而且机动性高 即使如此 依然没有逃过乌军的追杀 4月8号晚间至9号凌晨 多架乌克兰无人机 袭击了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 鲍里索格列布斯克航空训练中心 该中心是训练当地的前线轰炸机 和攻击航空兵的飞行人员 虽然而国防部一如既往地宣布 他们击落了所有的乌克兰无人机 没有造成损失 但网传视频显示 至少有两架乌克兰无人机击中目标 先后撞击训练中心大楼的四楼 随后发生巨大爆炸 现在乌克兰无人机的航程已经达到3300公里 意味着俄军98个空军基地 机场中的80个都成为目标 在连产200万架无人机的情况下 乌克兰的创新无人机战略和手段不容小觑 另外近日乌克兰还使用了喷射无人机 打击了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地区的阵地 不过也有人认为 对付俄军用喷射无人机太浪费资源了 据悉 这种喷射无人机可以携带20公斤炸药 速度可达每小时500公里 具有更高的速度和悬停能力 适用于监视、侦察、货运等各种任务 喷射无人机还可以在狭窄的空间中进行操作 因为它们不需要旋转的螺旋桨 也具有更低的噪音和更高的机动性 俄罗斯这边9号从克里米亚的乔达角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以及阿赫塔尔茨克 发射了20架沙赫德131、136型无人机 但被乌克兰防空系统将其全部击落 俄军还从顿列茨克地区 发射了4枚S300防空导弹进行攻击 由于距离太近 乌克兰防空系统没办法拦截 另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4月8日证实 俄军的谢尔普霍夫导弹舰在海军基地被烧毁 该基地位于俄罗斯飞地加里林格勒地区波罗蒂斯克市 乌克兰情报总局说 4月7日由于谢尔普霍夫导弹舰内部发生火灾 其通信和自动化驾驶系统被完全摧毁 恢复它的作战能力需要很长时间 外界认为乌克兰这是委婉地承认 火灾是他们造成的 截至目前 俄罗斯尚未公布有关导弹舰失火的任何相关信息 因此无法确定是否是乌克兰使用了无人机 无人舰还是特工袭击了这艘船 俄罗斯的沉默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心 此事件会对军队士气产生负面影响 日前 德国《图片报》副主编保罗·龙茨海默 访问了驻扎在哈尔科夫附近的乌克兰武装部队 随后发表评论 他表示 乌克兰在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有10公里的地方 建造了一条新的防御公式 显然乌克兰正在为即将发生的战斗做准备 他认为 如果俄罗斯军队发动进攻 可能会先经过克拉玛托尔斯克 然后再向哈尔科夫推进 即使没有新的地面进攻 俄罗斯也可能会选择炮击哈尔科夫 因为哈尔科夫对俄罗斯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 最近 北约各国收集了大量军事情报也显示 俄罗斯已经确定了决战战场 即哈尔科夫 并且判断俄军会在春天发动攻势 有分析认为 对哈尔科夫的攻势被俄罗斯视为最后的机会 即使不能取得胜利 也至少能够迫使乌克兰因其所处的困境来到谈判桌前 从而逼迫乌克兰就范 俄罗斯能否成功呢? 这里我们得先了解下哈尔科夫 它作为乌克兰东部的主要工业城市 是乌克兰经济的重要支柱 也是乌克兰重工业的核心基地 如果失去哈尔科夫将对乌克兰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军事战略能力造成沉重打击 乌克兰将难以独立生产先进武器及其他关键物资 整个战局就很难挽回了 由于哈尔科夫居民主要是俄罗斯裔或者说俄语的乌克兰人 因此在历史上他也扮演着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的角色 这座人口众多的城市有很大的影响力 当然普京也深知 要想占领哈尔科夫必然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普京最初希望在2024年动员100万兵力 但这一计划被认为不切实际 因此目前普京只能退而求其次 先动员30万兵力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将军 最近还指出 俄军现在处境艰难 特别是在战争初期 他们曾尝试模仿二战时期 德国、英国或美国的闪电战战术 但七路大军的策略未能实现预期的进展 因为俄军指挥官水平较低 缺乏有效的指挥体系 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不足 后勤保障不到位 无法达到二战时期 德军或其他现代化欧洲军队的水准 这导致了糟糕的战术执行 和无法持续的作战能力 当然应该说俄国人还是很擅长 在失败中学习成长的 战争后期的一系列及时调整 以及俄军打造的牢固的 输入微精防线就是明镇 而乌军的战术体系 在去年的夏季反攻中 也表现出战术失当 战线拖得过长 缺乏灵活变化的缺点 以至于反攻至今 在地面作战中一直节节败退 没有一场像样的胜利 而自身的战略资源 已经消耗殆尽了 现在还面临缺兵扫援的窘境 一句话 打不动了 目前 乌军已经在哈尔科夫 建立了强大的防御攻势 由于哈尔科夫的工业能力强大 修建各种攻势相对容易 根据过去两年 俄乌战争的经验 城市建筑被证明是最有效的防御攻势 比传统的堡垒更优秀 一方面有地形优势 防守方对于城市内的道路和建筑结构非常熟悉 这使得他们能够灵活应对 并在城市内进行有效的游击战和抵抗 此外 城市环境也为防守方提供了更多的隐蔽和掩护的机会 使其更难被攻击方发现和击溃 另一方面 对城市进行攻击往往会引起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和压力 这可能迫使进攻方改变策略或面临外交和经济制裁 外界认为 哈尔科夫现在是乌克兰最坚固的防御地区 甚至可能比首都基辅的防御体系还要强大 乌克兰军队目前正全力备战 准备迎击俄军的决战 当然 能否成功抵挡敌军的来袭 这也取决于具体的战略战术配置 搞不好还会重蹈阿夫迪夫卡的负责 阿夫迪夫卡可是乌军苦心经营了九年的坚固堡垒 也同样是重工业城市 最后一样扛不住 俄国熊还是很善于攻坚战的 他们可以不计生命 不惜代价 死残懒打 俄军现在可以说是来势汹汹 有备而来 近期已经开始对哈尔科夫的电力供应系统狂轰乱炸 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漆黑 再强大的工业城市 没有了电力 也将陷入瘫痪 如果说乌军无人机对俄罗斯的电力和石油设施的攻击 还只是灵敲碎打 难以伤筋动骨的话 俄军对哈尔科夫电力设施的集中轰炸 就是致命的 可以说普京是瞄准了这一点 总结一下 哈尔科夫很可能成为类似二战斯大林格勒的战略要地 俄军进攻哈尔科夫 九攻不下可能会导致长期的战斗和巨大的伤亡 俄罗斯或许会走投无路 成为战争的转折点 反过来如果乌军最终失守 乌克兰面临的局面也会很惨 甚至被迫坐上谈判桌 一旦上了谈判桌 那就还是那句自理名言 战场上得不到的 也别想在谈判桌上得到 所以让我们一起为乌克兰战士们加油鼓气吧 日前在庆祝北约成立75周年之际 英法两国外长接受英媒每日电讯报采访之称 如果乌克兰无法在战争中取胜 那么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黑暗时代 可能会再次吞没世界 两位外长发表声明说 我们都非常清楚 如果乌克兰输了 我们就都输了 当然法国和英国也知道 他们无法独自应对这些挑战 他们需要团结起来 两国在联合声明中写道 今天我们这样做 与我们二战时搁置分歧 并建立持久友谊一样重要 我们今天的庆祝 不仅是协约国团结的标志 也是新协约国的体现 英法外长还回顾说 两国作为何大国 对北约的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并有义务在联盟内共同努力 克服对全球安全构成的威胁 我们的部队一起部署在爱沙尼亚 表明了我们对盟国的承诺 以及我们对确保联盟 仍然是欧洲安全基石的贡献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苏奈克 都同意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还承诺在欧盟峰会上解决保卫乌克兰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英法合作研制的风暴阴影空射巡航导弹 是乌克兰目前最具威慑力的大杀器之一 根据金融时报4月8日的报道 风暴阴影导弹的制造商MBDA 已经成功实现了跨境生产 并且该公司被视为欧洲国防工业合作的典范 这种合作旨在打造能够与美国军工复合体竞争的实力 报道指出 欧盟若想改善军事装备并开发昂贵的新项目 同时解决工业基础碎片化和重复的问题 集中资源可能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与此同时 美国再次向乌克兰移交 没收的送往伊朗的武器弹药 据报道 这些武器于4月4日被转移到乌克兰 乌克兰军方接收了超过5000支突击步枪 机枪 狙击步枪和反坦克榴弹发射器 以及超过50万发7.62毫米子弹 报道称 这足以为乌克兰一个旅配备小型武器 这些武器将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德国政府则委托莱茵金属公司 再向乌克兰交付了20辆Model黄鼠狼重型步兵战车 该订单于2024年3月下达 价值在200万欧元左右 这批新的援助计划于2024年交付 据悉 现在已订购的EA3Model版本 还配备集成激光测距仪 可实现高效精确的目标消除 好 今天的新冷战情势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泽连斯基透露 乌克兰已有新版夏季反攻计划 川普可能接受邀请访问乌克兰吗 或且需久 乌克兰改变策略 强要爱国者 为什么说留给俄罗斯的时间不多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 我是林永远山 据乌克兰基辅邮报4月10号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透露 乌克兰已经制定了新版的反攻计划 不过他也强调 但那还需要武器 还需要来自美国的武器 直到最近泽连斯基才承认 如果美国不提供新的援助 乌克兰的军事失败 看起来是可能发生的 而在图片报的采访中 他还坦诚 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 取得了成功 这对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能源供应的攻击 给乌克兰民众和城市 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在这儿我插一句 乌克兰能源部部长 罗加申科4月8号正式说 俄罗斯军队最近几周 袭击了整个乌克兰的 80%的燃煤和燃气发电厂 与超过一半的水利发电厂 这是俄乌战争开打以来 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 最大规模的攻击 甚至于这波打击的规模和影响 比他们在2022年到2023年 那个冬天的攻击 还要严重得多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乌克兰人民的生活 有多困难了 在谈及美国前总统川普声称 他有结束俄乌冲突的计划时 泽连斯基说道 如果那只是让我们直接放弃领土 如果这就是该计划的想法 那么它是非常简单原始的 不过泽连斯基保证 他愿意听取川普的提议 但他也说 但我们需要强有力的论据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奇妙的想法 而是一个真实的想法 这关系到人的生命 我们不能开玩笑 也不能冒险 泽连斯基还透露 虽然他没有亲自给川普打过电话 但已经公开和私下邀请 这位美国前总统访问乌克兰 我们表达了希望川普访问乌克兰的愿望 这样他就可以亲眼目睹局势 并得出某些结论 我绝对愿意准备与他会面 他说 关于川普的回应 泽连斯基表示 川普表达了访问乌克兰的愿望 但没有具体说明时间 泽连斯基称 他希望这次访问能尽快落实 这次采访泽连斯基的是 德国图片报的副主编 让他吃惊的是 泽连斯基竟然坚持将采访地点 安排在了炮火连天的哈尔科夫附近的战壕里 随时都有遭到炸弹袭击的可能 这位副主编评价道 泽连斯基不喜欢黑暗的房间或地下室 他热爱自由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都必须承认 泽连斯基是当今世界最有勇气的领袖之一 正是这种非凡的勇气和对自由的热爱 支撑他和乌克兰人民走到了今天 据美国彭博社4月10号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警告称 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电油厂的袭击 可能会影响全球能源市场 并敦促乌克兰把袭击重点放在军事目标上 奥斯汀告诉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说 这些袭击可能会对全球能源形势产生连锁反应 对乌克兰来说 针对那些能够直接影响到前线战局的战术和作战目标更为有利 报道称 随之近几周乌克兰战场局势不断恶化 乌方越来越多地转向深入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 其中包括袭击基础设施 乌方称目的是阻碍俄罗斯军队取得燃料供应 并减少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收入 彭博社称 奥斯汀的上述警告 立即遭到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唐姆克顿的反驳 他指责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是出于政治原因 正阻止乌克兰采取有效行动 柯顿说 在我看来 拜登政府是不希望汽油价格在选举年上涨 甚至连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站出来为乌克兰发声 表达了与美国不同的观点 他称 根据国际法 乌克兰有权进行自卫 这项权力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 乌克兰有权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 其中当然包括炼油厂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称 奥斯汀的上述言论 进一步证实美国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链油厂的相关报道 而提指出 没有迹象表明乌方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听从美国 本周早些时候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称 将扩大对俄链油厂的袭击 另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 俄方希望美方不仅呼吁基辅停止袭击俄能源设施 更应避免从事恐怖活动 其中首先是停止袭击住宅建筑 不过俄罗斯人好像把他们对乌克兰民用住宅建筑的导弹袭击忘得一干二净了 相比俄罗斯军队一次就能发射上百枚不同型号对地攻击导弹 乌克兰军队的远程打击能力还是偏弱 尤其是在攻击俄罗斯领土上的目标的时候 问题是 乌克兰军队不仅攻击能力偏弱 防空能力也不足 尤其是在目前克里姆林公集中力量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时候 就更显得突出了 现在乌克兰几乎每夜都会响起防空警报 防空导弹正在被加速消耗 在这种情况下 西方军援依然不足 迫使乌克兰政府改变了策略 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 在一直秉持的善意外交没有得到积极效果的情况下 他已经决定改变风格 兼致要求西方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 库列巴称乌克兰政府已经确定了超过100套 可以援助给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很多国家都用不止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保护港口或机场 但他们的安全环境却根本用不上这种高端防空系统 造成了实质上的浪费 公开报道显示 乌克兰现在有三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但要想为整个乌克兰提供全面防空保护 至少需要25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应该说只是防守而不打掉俄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终究还是被动 但问题在于乌克兰军队没办法或者缺少足够手段 去打掉俄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这正是处于至暗时刻中的乌克兰的真实写照 不过终于在这黑暗之中看到了一丝亮光 昨天欧洲议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一幕 欧洲议会议员比利时前首相盖伊维尔霍夫·施塔特 要求欧洲议会停止审议欧洲理事会的预算 直到欧洲理事会决定支持乌克兰增加爱国者反导系统 并能够找到乌克兰需要的七套爱国者系统为止 这一提案得到了515名欧洲议员的支持 62名议员反对 盖伊先生说 欧洲向乌克兰敞开大门 欧洲理事会却没有能力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 决定向乌克兰派遣一些反导系统 他强调说 主席先生 伯雷尔先生告诉我们 欧洲总共有100套爱国者系统 乌克兰他们要求7套保护他们的城市 拖延已经够久了 是时候摘下手套 最终全力对抗黑暗了 我们必须而且能够消灭欧洲的敌人 俄罗斯 远身是这么看的 应该说北约确实共有超过100套的爱国者系统 但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各个战略要地 分别保卫着波罗的海 大西洋和地中海等 也同时防御着来自加里林格勒 和黑海的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威胁 即使拿出乞讨来也是不容易的 而且谁都不愿意轻易拿出来 这和淘汰老旧的F-16 以换取更先进的F-35 许多乌克兰现有部队都面临着步兵短缺 在持续的冲突期间 没有进行轮换的大问题 前线士兵已经疲惫不堪 急需得到轮换和整修 4月11日 随着乌克兰征兵动员法 终于正式在议会得到通过 征兵年龄降至25岁 乌克兰正在努力解决这一线是问题 对比一下 目前乌克兰的征兵年龄 为25岁到60岁 而俄罗斯动员年龄 为18岁到65岁 俄罗斯在过去两年多 已经动员了百万人 而且每个月仍能动员3万人左右 而乌克兰动员远未能达成目标 乌克兰有88万军队 但只有30万在前线战斗 大部分没有轮换 相比俄罗斯的强大储备 乌克兰必须动员兵力 加强训练轮换 保证人员的战斗力 当然 动员不仅仅是人员的问题 需要更多的资金装备和训练 如果乌克兰不能获得更多的资金援助 动员人数也将大大受到影响 乌克兰需要训练新的士兵 加强防线 加强国防生产 争取盟友支持和更多的援助 以便储备能力熬过最艰难的2024年 才有在2025年发动更大规模反攻的能力 所以我认为 一开始我们看到的 泽连斯基说的2024年夏季反攻 是不届时机的 很可能只是虚晃一枪 目的还是为了敦促西方 给到更多的援助 对于乌克兰来说 如果失败 乌克兰将不复存在 这场关乎生存的战争 远未结束 无退可退 唯有战斗到底 普京的野心很可能 不只是当前的这一点领土收益 而动员就是为了加强部队实力 并为乌军提供必要的喘息时间 此外 乌克兰的防线 也正在迅速的构建 不过 另有一个消息是说 乌克兰国内的工业生产能力 由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现在连修建防御工事 尤其是龙牙装置的水泥和钢筋 都已经告急了 综上所说 乌克兰正在积极应对这些挑战 预计到2025年将取得重大进展 随着通过动员法 预计要到2024年底 乌克兰各方面的改善 才将逐步展开 所以说 各位现在也只能等待 稍安勿躁 没有别的好办法 只要不投降 坚持下去 就总会有机会 就总会有希望 而留给俄罗斯的时间 其实不多了 预计俄罗斯要到年底 才能在战线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然后就会遇到更艰巨的前进障碍了 即使再次大规模动员 也可能不足以带来重大改变 2024年也许是俄罗斯取得实质进展的最后机会 如果乌克兰在2024年取得进一步进展 在2025年更加增加实力 就将对俄罗斯构成重大的长期考验 我是林元山 感谢收看新冷战区市 我们下期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 我是宇童 今天是2024年4月9日 波音飞机又又又出事了 当地时间7日上午7点 西南航空一架由丹福飞往修斯顿的 波音737-800型客机3695班次 机上载有135名乘客与6名机组人员 不料飞行途中发生引擎上方可拆除的金属罩自行飞拖 影片可见整片金属罩被狂风掀起 像纸片一样松脱摆动 内部涡轮几乎暴露在外 索性机组人员发现后第一时间通报 原机掉头返回丹福国际机场 并在25分钟后的8点14分顺利降落 天啊 现在还有谁敢坐波音飞机吗 前段时间还有这么个故事 一名家住西雅图的美国人皮尔森 预定了一张从西雅图飞往新泽西的机票 直飞航班的是阿拉斯加航空 皮尔森在官网买机票时 反复确认了自己搭乘的航班 不是波音737 MAX 最后才付钱买票 他心里有种执念 打死不做波音737 MAX 只要不是这个机型 做啥都行 正想安顿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 皮尔森不经意瞥见座位后面口袋里的应急卡 上面赫然写着 这是一架波音737 MAX 皮尔森和出了电一样 马里起身 准备下飞机 而这时所有乘客都已经登机完毕 空姐正在关闭前舱门了 看见皮尔森想下飞机 空姐好奇询问 出了什么事情 皮尔森没有解释 只说了一句 我不能续说 但我不想做波音737 MAX 我要下飞机 空姐看出了她的顾虑 但又劝不住 忍不住说了一句 你对这个机型了解又有多少 皮尔森还是坚持下了飞机 空姐不知道的是 皮尔森确实对波音737 MAX这个机型 有了深入了解 皮尔森曾经是一名美国海军 服役超过30年 在军中担任过队指挥官等领导职务 之后进入波音公司 一呆就是10年 其中有3年在华盛顿伦顿工厂 担任生产飞机的高级经理 说来可笑 波音已经快进到了自己人都怕的年代了 不是波音我不做 成是波音这家飞机制造商 长期以来珍视的口号 现在这句话怕是要反过来了 所谓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故事还得从波音的掌门人 最高管理层说起 对波音这样一个庞大集团而言 靠谱的掌门人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回顾波音的历史 以及历任CEO的丰功伟绩就会发现 波音沦落到这般田地 并非一处而就 而是在历任掌舵人的带领下 逐渐偏航 最终触交 波音最辉煌的时刻 莫过于完成了对老对手麦道的并购 1997年8月 麦道公司被并入波音公司 这场由波音CEO康迪特主持的 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航空并购行动 让波音成为了世界最大航空制造商 是民用航空市场无可争议的第一 完成并购后 康迪特在管理层引入大量原麦道高管 包括前麦道CEO斯通西佛 以斯通西佛为首的麦道管理层 在进入波音的管理层之后 波音的目标从造最好的飞机 变成了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 完全破坏了波音曾经引以为傲的工程师文化 变成了利益主导 这毫无疑问 引起了老波音员工的强烈不满 面对来自工程和技术部门的不满声音 康迪特做了一个大动作 将波音总部从西雅图搬迁到芝加哥 用1800公里的距离来使它远离西雅图工厂的杂音 西雅图有兰顿工厂与艾弗莱特工厂 可以说是波音的龙心之地 波音在西雅图80余年 使当地聚拢了大量航空与工程人才 与当地政府也保持密切合作 正因如此 康迪特的总部搬迁行动一直秘密进行 此前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西雅图市长 在波音宣布总部搬迁后才得知此事 他立即打电话给波音 这么大的事怎么就不先打声招呼呢 波音总部搬迁到芝加哥之后 总部远离生产部门 无疑代表着康迪特领导下的波音 将更侧重金融与利润 而非生产与技术 漫长的距离让他们有足够的理由 对技术部门反应的问题充耳不闻 从而专注于报表和利润 但由此导致的结果 就是管理层与生产核心脱节 2003年 波音爆发空军加油机军购合同丑闻 波音向空军采购人员许诺 提供肥差 以获得空军价值250亿美元的加油机合同 此事败露引发轩然大波 康迪特为此引咎辞职 于2003年卸任波音CEO 波音并购麦道后 麦道高管占据了波音管理层的半壁江山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斯通西佛 在康迪特因军购丑闻引咎辞职后 前麦道CEO斯通西佛临为受命 成为波音新任掌门人 从一个败军之将 摇身一变成了圣者统帅 早在1994年 斯通西佛就任麦道CEO之后 立即采取了一系列讨好股东的行动 导致麦道研发经费被砍了60% 这给本来就经营状况不佳的麦道 又一沉重一击 导致最终被波音收购 讨好股东 削减成本 增加利润的作风 也被斯通西佛带到了波音 并带来了一系列难以挽回的后果 斯通西佛的目标很明确 将包袱都甩出去 只保留设计和总装的主业 通过将大量生产流程 交给供应商实现降本增效 由此导致的结果 就是他任内所启动的波音787梦幻飞机项目 是波音有史以来使用外包最多的一架飞机 当然股东并不在意这些生产和设计上的问题 他们对漂亮的报表 高昂的利润 丰厚的分红 以及不断上升的股价非常满意 后来斯通西佛 由于与波音女高管的性丑闻 而被董事会要求辞职 而她原配夫人也和她离婚 可谓是人才两空 晚节不保 当董事会光束开除斯通西佛后 他们也面临着谁来接任CEO的问题 一场继业者之战 在波音内部爆发 波音员工非常期待工程师出身的穆拉利 能成为CEO 因为穆拉利是个完全符合老波音工程师文化的人选 在波音员工看来 穆拉利成为CEO 一定程度上 能对来自卖道的管理层的虾脚 进行拨乱反证 让波音重回正轨 但很明显 董事会考虑更多的是利润 报表以及形象 他们最终选择了投资者更喜欢的 麦克纳尼出任CEO 麦克纳尼执掌波音后 记起了他在通用电器时 从维尔奇那里学到的那一套 将财务绩效放在首位 甚至在787的研发过程中 波音公司还大量采用外包与联合研发的模式 由外包供应商先期承担研发成本 除了大量外包 麦克纳尼还将徒刀指向了波音员工 2008年的那场持续57天 约27000名波音员工参与的大罢工的原因 正是波音员工不满麦克纳尼 大刀阔斧地削减员工福利 并将大量工作进行外包 正是这是波音3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 使得麦克纳尼下定决心 要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波音北查尔斯顿工厂 即臭名昭著的独虫工厂 当地时间3月9日 公开质疑波音公司生产线存在问题的吹哨人 约翰·巴尼特 被发现死于地下停车库里自己的车内 62岁的巴尼特 曾是波音公司的资深员工 为这家企业工作了32年 直到2017年退休 从2010年开始 巴尼特就在北查尔斯顿工厂担任质量经理 参与建造787梦幻客机 巴尼特指控波音公司生产过程的很多问题 比如波音787氧气系统存在严重缺陷 导致需要氧气面罩的时候会发现没有氧气 另外他还指出波音在飞机组装的过程中 居然从废品库直接拿零件出来安装到飞机上 对波音公司的生产标准和安全方面的担忧 促使巴尼特在针对波音公司的诉讼中充满了吹哨人的角色 当然波音完全否认了巴尼特的质疑 其实早在2014年3月 半岛电视台著名记者Will Jordan就曾经采访过另一位波音公司的立名吹哨人 而这位神秘的中年人也是波音北查尔斯顿工厂的员工 甚至或许就是巴特尼本人也未曾可知 在确保安全之后 中年人开始讲述他了解的波音工厂重重黑幕 流水线上的工人是最大的问题 他们没有受过教育 没有经过训练 对组装飞机的安全性毫不关心 他坦承自己爆料的初衷 我知道的一切让我苦不堪言 一架波音飞机上有300条生命 他们的命比我重要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在后面 一名工人向线上人描述了波音车间普遍的吸毒现象 可卡因、大麻和止痛骗 甚至只要提前下订单 就能够在工厂里买到毒品 而波音从来没有组织工人进行过要检 较差的工人数字 松散的管理 以及紧张的工期 导致整个生产过程充满漏洞 半岛电视台的纪录片于2014年9月播出 但并没有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 直到四年后的2018年10月29日 搭载着189名旅客的印尼诗航波音737客机 在起飞后13分钟左右 一头栽向大海坠毁 五个月后 另一架一索比亚航空波音737客机 在起飞后不久 以9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从5000英尺的高空向下俯冲 几乎是40度角直插地面 157人死亡 事实上在麦克纳尼领导下 对波音伤害最大的 当属波音737 MAX项目 当空八公布的A3206 在数据上全面压倒波音737时 麦克纳尼没有选择开发新机型 而是在原有737NG机组上 推出换装新发动机的波音737 MAX 与A3206竞争 并向客户承诺 有737飞行员不用进行训练 就能改飞737 MAX 但随后737 MAX的MCAC系统缺陷 以及波音质量管理系统的全面崩塌 对波音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到了2024年 时间才过了四分之一 波音在全球已经出现了12次事故 迫于压力 3月25日 波音总裁兼CEO卡尔霍恩宣布 将在2024年末前辞职 应该说在他的任内 737 MAX恢复了全球飞行 成功获得几个大订单 也一定程度上消除了 737 MAX丑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波音的股价从最低点的98美元 恢复到267美元 可以说卡尔霍恩这个工作 已经干得很出色了 但同晚清李鸿章一样 卡尔霍恩这个表壶将 再怎么努力 表壶也只能让波音的表面 变得光鲜 但其内力早已腐朽不堪 2020年1月5日 阿拉斯加航空1282航班的 737 MAX-9 窗门飞出后留下了窟窿 卡尔霍恩这次再也无法表胡了 目前波音还在选择新的CEO 包括以下几个热门人选 曾经的波音副总 与国防部副部长萨纳汉 现任通用电器CEO卡尔普 现任美国航空董事长史密斯 从其履历不难看出 这些人全都是华尔街喜欢的职业经理人 但他们真能从根本上解决波音的问题吗 好的 今天的新冷战情是 台海风云节目就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看法和需要补充的 欢迎给我们留言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订阅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 我们的其他精彩节目了 再会